主料,鸡腿500克,粒子50克,辅料,剥笋100克,胡萝卜50克,枸杞10克,姜片5克,白胡椒粉1克,盐,料酒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用餐人数,一刀两人,做法非常简单,鸡腿起劲,用小刀和厨房专用剪刀,把鸡腿去骨,切成小块,放入容器,加入质量的盐, 白胡椒粉,料酒搅拌均匀,放在一边腌制10分钟左右,怕热量高的话,可以把鸡皮去掉再切块,倒栗子洗净,煮熟去皮,栗子去皮的方法,可以参考栗子剂的做法,里面有详细的步骤,还需要准备一点窝笋和胡萝卜,窝笋,胡萝卜分别洗净去皮,切成菱形片,再准备一点姜片,家里有枸杞的话, 取一点洗净备用,取一个小汤包,放入刚刚准备好的所有材料,鸡肉,栗子,笋,胡萝卜,枸杞,姜片,再倒入少许清水,绿微加一点盐调味,取蒸锅,注入适量精髓烧开,放入尝满美味的小汤包,中小火蒸约40-50分钟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